高速路上让驾驶员心生疑惑的刮蹭事故 背后的真相到底如何 神秘的黑色轿车摔倒的自行车骑车人 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 轻微的刮蹭却签下高额的赔偿协议 事故双方想掩盖什么样的秘密 平安365我在现场即将播出 大家好 我是广东省东莞市公安局张木头分局民警矿庄中 一副车牌多次出现在不同车辆上 警方经过调查发现这副车牌竟然是伪造的 而且在半年的时间内 悬挂这副伪造车牌的车辆竟然已经发生数十起交通事故 那么这些交通事故的背后 究竟隐藏怎样的秘密呢 我在现场 什么事东莞市公安局张木头分局的民警 这是我的证件 你知道我们找你什么事吗 什么事 分属是吧 找我坐着坐着起 可可应该也要穿凶了 2019年7月12日 东莞市公安局张木头分局的民警 一举抓获七名涉嫌敲诈勒索的犯罪嫌疑人 并查获两辆作案车辆 以及假车牌和螺丝等作案工具 这还有吗 还有啊 二零一九年六月八日 广东省东莞市公安局张木头分局的民警 接到了一起报案 报案人称 他的驾驶车辆途经从管高速张木头断时 在变道过程中 与一辆轿车发生了寡蹭 对方的左侧后置尽损坏 据这位群众自己反映了 他说自己当时应该就确定是没有发生碰撞 但是确实听到了小小的一声 碰的一声 后来对方的车辆就将他逼停了 逼停了之后就说发生了碰撞 把对方车辆的盗货镜撞坏了 要求赔偿 据报案人称 对方车辆车牌为越A2C0M0 事情发生后 他原本向等候交警进行处理 但对方对他进行语言威胁 无奈之下 他向对方赔偿了6000元钱 事后这个施主就觉得比较奇怪 就在我们辖区就派出所报案了 报案人向警方提供了对方车辆的车牌号 为越A2C0M0 民警首先根据这个车牌号 查找对方车辆 却发现这是一个伪造的车牌号 当时我们就感觉到有一些怀疑了 在一深入的调查之后呢 发现涉及到这个越A2C0M0的这个车牌的 这种交通事故刮擦的警情啊 有好几宗 在系统里面有的就有好几宗 当时我们就基本上确定 这个应该是一个这个高速公路上面的 一个碰瓷敲诈勒索的案件 警方立即成立了装案组 开始对这起案件进行深入调查 对这个车牌进行侦查之后啊 从事主反应的情况 对方呢 基本上每次啊 可能都是有三到四个男子作案 驾驶的车辆呢 也有各有不同 光是这个越A2C0M0这个车牌啊 就在丰田黄幻车 还有这个奔驰车 以及宝马车上使用过 警方发现 这并不是一起孤立的案件 很有可能是一个系列案中的疫情 随后 警方根据线索 奔赴多地寻找更多的受害人 了解案发时的详细情况 很多事主发生事故之后 虽然有怀疑 但是呢 因为都是过路车辆 急着要办事啊 离开啊 就在这个对方嫌疑人的这种 语言哄骗啊 威逼之下啊 就抱着这种稀释宁人的态度 就给他钱 邦案民警通过调查 发现受害人驾驶的车辆 都是外地牌照 根据多位受害人提供的线索 民警通过深入侦查 初步排查出了 涉案的犯罪嫌疑人 基本掌握了他们的作案手段 这是一个有七八个人组成的 这么一个团伙 团伙成员呢 就每次驾驶的都是奔驰 宝马或者是雷克萨斯啊 这种比较高档的轿车 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选择这个被害人驾车 便到的一瞬间 就实施作案 民警了解到 受害人在事情发生前 确实都听到 自己的车辆发出了 砰的一声响声 但是在停车后 并没有发现 自己的车辆有刮蹭的痕迹 而对方车辆的后视镜 却都已损坏 要求被害人赔偿 一开价呢 都是上万 就这么高档轿车的 这个原装盗务金 都是上万 然后双方进行协商啊 加上这个行人用一些语言啊 自称是 是开设赌场的啊 或者是社会上面的人物啊 这样子 用一些语言来 威吓 很多这种施主啊 都给了钱 至此 警方已经掌握了 这个团伙的基本情况 2019年7月12日 东莞警方将7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并缴获两辆作案车辆 以及假车牌和螺丝等作案工具 据他们交代呢 他们作案的手法呢 就是几个人在车上 一人驾车 另外的两三名犯罪嫌疑人呢 就选择好车辆之后 就贴上去 贴上去之后 就使用用纸包好的螺丝 扔向被害人车辆 制造一个轻微的 一个碰撞的这种假象 然后再逼使对方 靠边停车 因为他们的车是坐过手脚的 这个后时间一直是坏的 就是说刮坏了 原装盗禁要求赔偿 最终警方查明 这7名犯罪嫌疑人 自2018年12月以来 在东莞附近的多条高速公路上 作案50余器 涉案金额超过10万元人民币 驾驶员开车上路 一定要中规守法 时刻注意交通安全 通过碰瓷来敲诈勒索的人 往往利用的是 驾驶员怕麻烦 和稀释宁人的心理 所以在发生交通事故以后 如果怀疑对方碰瓷 一定要及时报警 等候警方的处理 逃跑的黑色轿车 表情痛苦的自行车骑车人 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 平安365 我在现场正在播出 大家好 我是云南省大理州公安局交警支队的民警 杨倩云 每天当人们出行在路上的时候 无论是开车 骑车还是步行 我想 没有人会希望交通事故的发生 然而 有这么一伙人 互相打配合 疯狂标演技 故意制造交通事故 那么 这是一伙什么人呢 我在现场 2019年8月6日 云南省弥渡县的一处路段 一辆三轮车与一辆自行车发生了相撞事故 骑自行车的人 蹲坐在路边 双手捂着腹部 面部表情显得非常痛苦 赶到事故现场的民警 开始调查事发经过 自行车骑车人珠海说 自己被三轮车撞倒 并且受了伤 然而 细心的民警通过询问和观察 没有发现他受了歪伤 随后在询问三轮车主时 他对民警说的话 却出人意料 两人不同的说法 让民警觉得 这起事故也许并不简单 于是将事故双方带到交警队 做进一步调查 然而珠海在调查过程中的表现 更加深了民警的怀疑 我们在电话上没有找到 你8月4号打DV的记录吗 怎么说 这个 你到底怎么过来的 这有点小车 小车你怎么做的 在民警向珠海 询问相关问题时 他或者吞吞吐吐 或者语言不详 始终是一种 有气无力的状态 询问过程中 深深在事故中受伤的自行车骑行人朱某 严慈尚瘦 隐身漂浮不定 话语间表现出 不希望交警部门处于此事 发生交通事故 却不希望交管部门进行处理 这样的表现明显反差 而三轮车驾驶人 在民警询问时提到 在事故发生前 有一辆黑色轿车 曾经连续别车 它不得不向右躲避 才导致了后面事情的发生 于是警方调取了 事故路段的监控视频 视频显示 黑色轿车有明显 向右打方向的动作 在自行车倒地后 迅速离开了现场 一张黑车 它相比较比较浪宽 我比较浪宽 反正我到你们的地方 因为事发突然 三轮车主并没有看清楚 黑色轿车的车回号 民警开始调去 相关路段的卡口监控 查找这辆汽车的踪迹 很快民警就查清了 这辆悬挂湖南牌照的 黑色轿车的踪迹 最终查明 这是一个外地来的碰瓷团伙 一共有三个人 珠海是其中一员 该碰瓷团伙 于8月5日凌晨进入迷队 有多个人同时实施作案 且团伙成员分工明确 有人指挥 有人驾车 有人骑车 2019年8月6日一早 由珠海骑车 另两人驾车 在迷渡县道路上 寻找作案目标 选定这辆三轮车后 由轿车尾随 别逼三轮车 在引开三轮车驾驶人注意时 珠海骑自行车 趁机假装被三轮车撞倒在地 制造交通事故 随后纠缠三轮车驾驶人私聊 要求赔钱 索性三轮车驾驶人选择报警 这个团伙的计划没有得逞 目前三名涉案嫌疑人 已移交至辖区派出所 做进一步调查处理 在这里 交警再次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 依法行车是避免被碰瓷最有效办法 但如果遇到怀疑有 碰瓷可能的交通事故时 不要道听途说 一定要保持冷静 立刻报警 保护好事故现场 等候交警的处理 让碰瓷党没有生存空间 深夜的刮蹭事故 心怀鬼胎的驾驶员 高额的赔偿背后 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平安365 我在现场正在播出 大家好 我是内蒙古自治区阿荣齐 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 崔洪伟 一起轻微在刮碰事故 双方驾驶员 私下签订高达三万元的赔偿协议 金额远超实际损失 在事故发生的第二天 赔偿一方却拒不付款 于是另一方向警方报案 然而 警方在调查中却发现 这体事故并不简单 那么 这体事故到底有何隐情 双方驾驶人之间 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在现场 2019年3月8日 一个名叫刘磊的人 来到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阿荣齐公安局 交警大队报警 说他前一天晚上 刘某驾驶的这个车辆 发生了交通事故 经我们详细的询问呢 在2019年3月7日 23时30分许 刘某驾驶宝马牌小型轿车 与孙凤臣驾驶的一个 现代牌小型轿车 发生了碰撞 据刘磊陈述 当天晚上 他在一家饭店吃完晚饭后 驾车行至一个路口时 撞上了前方一辆行驶的汽车 事故发生后 对方并没有停车 而是继续行驶 随后 刘磊驾车追上了这辆汽车 在双方下车商量解决办法时 刘磊得知 对方叫孙凤臣 并且发现他喝了酒 当时呢 因为孙凤臣喝酒了 双方协议处理此事 所以当时呢 双方都没有及时的报警 那后来呢 又因为孙凤臣 不履行他们协议的内容 现在这个刘磊到 我们大队来报警 想追究这个孙凤臣 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 并要求对方赔偿这个车辆损失 接到报警后 民警立即对事故经过 展开了调查 民警对双方车辆 进行恒逆的对比 经过对比 双方车辆的刮蹭 非常的轻微 而这个孙凤臣呢 在协议中要赔偿 对方三万元的 这个修车的费用 针对这个情况呢 民警就起了怀疑 因为这个车辆的碰撞 非常轻微 损失也非常轻微 那为什么有如此高额的 这个修理费用的赔付呢 轻微的碰撞 巨额的赔偿 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为了查明真相 民警开始了更详细的调查 在对事故现场 进行复刊后 民警又对刘磊 自称吃饭的饭店 进行了走访 却发现 他根本没有在这里吃过饭 同时民警调取了 孙凤臣车辆停放位置 周边的监控视频 却发现 刘磊的车 一直在这附近 他是在 孙凤臣吃饭的饭店的周围 进行蹲点 他同时呢 他车上还有一个同伙 姓赵 他们两个人 观察在饭店周围 饮酒的这些客人 以及这些食客 从饭店出来之后 是否驾驶车辆 刘磊发现孙凤臣酒货驾驶 便开车尾随 到事故路段时 故意撞击孙凤臣的车辆 并借机勒索钱财 由于孙凤臣当时 有饮酒的状态 怕被公安机关处理 所以当时就答应了 给他三万元赔偿的 这样的协议 以及书面上 给人打了一个欠条 这样的话 刘某认为 这个万事俱备了 但是孙凤臣第二天呢 醒酒之后 发现事情不对 就不想给对方钱财 所以刘某就自行 到我们大队来报警 经过我们调查 刘某对他物色 喝酒人员的车辆 驾驶人以及车辆 进行故意碰撞 借机勒索钱财的行为 也是供认不讳 目前刘磊等二人 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而孙凤臣 也因酒货驾驶车辆 得到了相应处罚 一千元罚款 暂扣驾驶证 六个月的处罚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 广大驾驶员 不仅要做到酒后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严守交通法规 还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 和辨别能力 遇到碰瓷的问题 一定要通过警方处理 以免遭到对方的讹诺 造成人身财务等损失 2019年8月20日晚上 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的民警 开展酒驾专项检查 检查中 驾驶员小高的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 显示为每百毫升38毫克 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这时 另一辆轿车又驶进了机查点 民警对驾驶员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 其结果高达每百毫升197毫克 随后民警得知 小高和另一辆轿车的驾驶人是母子 当晚家庭聚会 两个人都喝了酒 没想到在同一个路口 被直勤民警查获 民警依法对小高处义 暂扣机动车驾驶证六个月 罚款1500人的处罚 而他的母亲因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涉嫌危险驾驶罪 目前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平安365提醒您 驾车上路应尊规守法 确保安全出行 明镜需要使用